所以上面会有个Geo Point OK 那这个Geo Point呢 我给它一个TCMT的一个Geo Point 一个点 对不对 New一个Geo Point 那我必须要给它两个值 一个值是什么呢 强制转型为整数 那就是这个纬度 乘上10的6次方 逗点 后面的话呢 再强制转型为什么呢 这个是精度乘上10的6次方 那你可以把游标放在Geo Point上面 它会跟我们讲说 我需要两个整数 硬着有没有 一个是Latitude Latitude 这个是纬度 Longitude是精度 所以呢 我可以把什么呢 这个数字 直接把刚刚看到这个数字 第一个是纬度 把它怎么样呢 复制过来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后面再乘上10的6次方 第二个数字的话呢 就把它贴到后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再切过来 121 点42 71 我把这个数字呢 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再利用那个 Map Controller 这个Map Controller 点什么呢 后面呢 Animate2 就是呢 把这个 我要的那个位置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 TCMT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 上面的Geo Point 那Geo Point有点是 暂时存放两个位置 纬度跟金度 把它存放在这里面 到时候呢 我再怎么样呢 把它丢给 这个方法 它去帮我移动到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Save之后的话呢 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 执行之后的话呢 在画面上 本来是移动到 美国的 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执行起来之后 我给它一个Geo Point之后 这个Geo Point 刚好是在 海洋技术学院 而且放大的倍率 刚好是17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海洋 技术 学院 就出现了 我想这部分呢 我把它放大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表示你已经 可以移动到 这个地方 OK 这里我想 各位试试看 那程式码部分呢 也在画面 也在那个 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个地方 里面的话 有一个 这个 直接点一下 Google Map 1 的程式设计 画面先还给 各位一下